母后 韩宁夕 你怎么又逃课啊 被你爹知道的话 到时候太后要把你骂死了 母后 你不知道 爹爹对我有多严厉 每天都逼我背书 我还是喜欢跟母后在一起 母后最知道被逼着背书 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既然这样 别让你爹爹知道 我带你出去玩 还是母后最好了 走 一二三 走吧 弟子元 我就知道你会纵容他 你可知 他今日逃课可是翻墙二出 把年过八十的老太傅都吓了一跳 翻墙 韩宁夕 你觉得还会翻墙 这不愧是我弟子元的儿子 荒唐 还有此物 我送你的玉如意 怎会跑到太傅那三岁的小孙女手上 韩宁夕 你自己出来说 等我长大了 要娶她做太子妃 这是新物 你 你就别生气了 孩子才六岁呢 小孩就是要这样活泼好动才可爱啊 但也不能如此胡闹 把太傅闹得都要请辞回乡了 身为太子 她是文静收书先好 又是文静收书 我就知道陛下喜欢文静了 看来娶了我这个女水妃 陛下没有一天不是在后悔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听闻宰相家的闺女就挺文静收书的 而且琴琴书画样样镜头 不如就给陛下纳个妃吧 紫园 你这是什么话呀 反正陛下一直觉得我们两个吵闹得很 我说明日我们就回进南去啊 走吧 紫园 你知道的 我的心里只有你 孩子在这儿看着呢 男孩太闹腾了 我们也是时候该有个女孩 母后我饿了 这便是我让你送她去学堂的原因 可不能一天到晚 都霸占着你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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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